我是中原大學的徐明堯 題目是明日的城市風景 那一開始其實是 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魯馬人他大量的建造公共空間 獄長和競技場 然後去傳遞一個主權在明的事項 但隨著帝國的擴大 他卻變成一個統治權力的象徵 那我在想說 建築是不是更像在一種建構一種新的價值觀 那這種價值觀是隨著時間的眼鏡 被不斷的被改寫 那我的基地是在清田街 那清田街它其實是一個 日式時代留下來的大片宿舍區 那它位於一個台北市市中心 它同時也是一個 台北市民一個精神補償的一個地點 它為都市化留下來一個 可以喘息的一個空間 它現在其實面臨一個破敗的情況 那我想採取的方式就是 將破敗的老屋的材料 做一個資源回收再利用的一個過程 那它並不是一次性的完成 它是隨著老屋被都市化淘汰 那它一次又一次慢慢的去搭建起來 它其實並沒有一個特定的機能 它其實是為了城市的需求而存在 它也滿足了一個現今的城市的現象 就是文化為都市服務的結果 來這邊的使用者 它其實並不是來單純的體驗我們那個空間 而是體驗整個城市的變化 當老屋在回收的時候 其實與之共生的大樹群和一人的尺度 它也是慢慢的在消失 那人們有可能認為說 來這邊是體驗一個日式文化 一個保存的結果 但事實上就是日式文化遠離我們的時候 它是在台北的這個青田街這種 很多老的這種木造房子 拆掉以後的這個構建 重新搭了一個塔 木構造不能做塔 所以它用一個塔調做它的核心 它用一些看不出來什麼的構造 可能是剛構造做基本的框架 然後把這個撿到的這些原來的木建築的這個材料 來做建築的這個envelope 做它的這個外牆或者做它的一些這個構建 構築成旅館或者是可以居住的這個空間 那這是一個也可以說是蠻浪漫的這個做法 因為這些老的木房子在台北都快消失了 把它變成一個高塔 反而有一種紀念性 也反而跟未來的或者現在這個台北 這種中高層房子能夠有一個搭配 所以就把老東西跟現況怎麼樣做一個搭配 那是一個很有趣的 當然我覺得它可能 也偷偷地埋進去了一個時間的因素 這個時間不是說它用了老材料 因為它那個塔吊應該還會運作 所以它也許會改變這個它的設計 就是說原木構造的東西它有可以改變的這個特性 很容易改變 所以它會改變 或者它又找到了新的建材再把它吊上來 所以那個持續運作的塔吊 倒是代表了某一種這種時間的這個因素 跟一個建築的這種可變的 或者說不確定的這種想法 它的完整性在於它其實對於老屋新生 有一個新的看法 這看法還蠻有意思的 它就是把它老屋拆解以後又重組 那利用拆解以後重組的這個機制跟時間 它建立了一個序列的program 在清田街它是一個叫做清田旅社 但它其實裡面包括了很多不同在拆解跟在生之間的program 那比較有意思是它對於技術性的探討 它很認真的去探討 現在這個清田街一代日式的老的木造的房屋 它如何可以被拆解 然後有哪些部分可以被再利用 那在技術性的探討方面做了蠻深入的研究 我認為然後它最後呈現的形式也是一個很技術性的形式 有一個crane 然後這些小的屋子移附在這crane上面 慢慢隨著時間性是垂直的起來形成一個新的天空線 這個想法其實很巧妙 因為它是個老住宅區 從日據時期就存在了一個住宅區 所以這個住宅區基本上當然它也面臨了一個時間久遠以後 大家對這個價值的這個看法 我說這個價值是個廣泛的 第一個土地的價值 第二個建築物的價值 第三個環境的價值 這幾個價值加在一起就是它的畢業設計的一些議題 那我覺得我一直覺得它有一種 就是我剛剛講它有一種勇氣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它提出一個它討論這個事情的方式 就是它去用一個crane tower 然後去想像說 這些這附近的日式的建築 當它開始有一種這個要拆房子或怎麼樣 事實上是有 這附近事實上有一些閒置的 或是說已經破舊的 日式建築的宿舍 然後這些宿舍一旦被拆了 一旦被拆了 事實上它的下場 我們其實沒有人去過問了 可是它去過問了這件事情 它去過問了這些拆解以後的這些所謂的廢料 怎麼樣再重新組構成一種建築 它其實是在一個城市裡面 尤其是在青田街那裡有非常多的觀設 歷史的觀設 到現在為止我們都覺得這個觀設大概是不留下來一定不行 因為它是台北最重要的一些資產 那這些資產其實都是一些木構造的日式的房舍 可是我們面臨的是都市的一個密度上的問題 還有一個都市更新的問題 常常在這個問題裡面 這些房子常常面臨它要走還是不要走 那它提出來一個非常想像性的計畫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經由一個非常細膩的重匯的process 去理解所有日式建築裡面的構造性 空間性的關係 可是它也不避諱地去面對一個垂直密度的概念 所以它企圖您把這些所有的歷史建築都能夠集結起來 然後開始把這些歷史建築可以重建 那雖然它是一個非常想像 我乍看之下覺得它是一個太具有想像不落實的一個作品 可是我後來看到它的作品 其實我非常能夠進到它的所謂的狀況是 它建構一個高的一個吊車 來一個一個讓這些所有的舊建築慢慢慢慢疊起來 我們總是問說那這些房子疊起來變成離開地面 對嗎 我也曾經這樣問 可是我用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其實這些作品如果真的面臨這樣的命運的話 它慢慢建構一個重建過程疊起來的時候 它會變成另外一種新的歷史的回望跟狀態 然後我覺得它在處理建築問題是非常細膩的 明日的城市風景這個案子我覺得是一個很大膽的想法 那的確它的設計主題在想像許多日式宿舍可能會陸陸續被拆掉 那與其被拆掉它把它收集起來重新堆疊起來 我覺得這題目可以從兩個方向來回應 第一個對於對歷史有一定尊重跟訴求的人 會覺得這個方案其實是不對的 你應該努力想辦法去把這些建築物留在現地 然後怎麼去做環境的對應 那這第一個可能的回應 那第二個回應是 那假設真的它不是古蹟不是歷劍 但是事實上青年界這時候歷劍 那假設它不是古蹟不是歷劍 也許它是一種可能的方式 那我們看到在這樣的假設之下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就會比較稍微把歷史的責任先擱在一旁 我們來看待這個設計就會有意思就是 把這些原來可能會被拆毀的建築物 重新去創造一種垂直性的立體性的空間 這種空間其實把原來的平面的伸展的 這種日式宿舍的活動關係轉成是垂直向的處理 我覺得這一點上它的確也有一定程度的表達跟緩印 那當然也創造出一種新的地標 那這種新的地標也許會重新讓我們再緩醒 面對城市這種既有的日式宿舍既有的歷史性的空間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面對 所以也許是用反諷吧 我覺得這個設計的確會讓我們重新去思考 如果我們不去面對的話 那也許在城市裡面的歷史建築真的會一動一動的消失 511-122 10-123 9123 10-124 2014-122 企圖的長悟 208 曲10-124